你给我闭嘴 这没你说话的份儿 哎 没事儿不 白昊这个废物想掌掌见识 咱们就给他开开眼睛 陈公子啊 您在公司吃的这么开 是不是跟令尊有什么关系啊 还是大姐夫聪明啊 我爸是盛氏旅业的厂长 去年就已经跟盛氏金融的周总 搭上了关系 所以我想往单位里面塞个人的话 对我来说不过就是小失一桩 洒洒水的事儿 也就是说那个周南还有你爸 手脚都不干净 你们是一秋之河 白昊啊 你有什么资格叫周总的名字 哎呀 别理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 那个陈公子 你也知道 我在令尊手下干了三年小主任了 是管理那个生产的没什么油水 这样啊 大姐夫 我记得我爸厂子里 采购部好像还全部部长 采购部 还是部长 哎呀 谢谢谢谢陈公子 谢谢陈公子 陈公子 陈公子 我也在盛氏金融旗下的银行 那我看那家银行的副行长就不错了 感谢 陈公子 陈公子 你一来我们家 我们这家子可都跟着你一起鸡犬升天了呀 妈 你别听他瞎说 他没那个本事 就算是鸡犬升天 靠的也是我 不是他 好啊白昊 我看你这一个底层搬砖的废物 有什么通天的本事啊 因为你刚刚说的小董事长 就是我 这就装上了啊 我刚提我们小董事长 也就贴着往脸上贴金啊 白昊你能不能要点脸 他最近是装上瘾子 是行不 陈公子 你对这个人是不了解 这小子啊 一回来就租了一辆劳斯莱斯在我们面前中 然后后面又不知道从哪儿 找了个江湖郎中开了一副药 阴差阳错的治好了我岳父的病 然后整个人就心心爆棚了 飘了 最后直接租下了十辆劳斯莱斯 在整个江城带着他孩子去游玩 你说 有这样膨胀的董事长吗 我们的小董事长做事非常低调 除了非参加不可的场合以外 他基本上不在公众面前漏览 白昊要是当了什么董事长 估计得闹得整个江城都知道吧 白昊你够了 你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场合轮得到咱出头吗 瑶瑶 你现在知道白昊这个人是什么德行了吧 你说当初我那么追你 你就是不跟我 死活就非得嫁给这个废物 不过现在也还好 现在你后悔还来得及 承欢 你也不要讲这种话 我和白昊已经结婚了 而且田田也有了 结婚怎么了 什么年代了 现在就希望婚姻自由爱情自由吗 对对对 郎有情妾有义 哎呀 我越看我们家瑶瑶跟陈公子你啊 那可是天造地设得一对呢 对啊 择日不无壮日 今天我们就把这个婚事给他定 对 正好民政局没下班 我看不如就直接现在 然后直接把离婚 还有结婚数据 直接一块儿办 够了 我还在这儿真把我当卵氏主演 我告诉你 你们再敢侮辱我和瑶瑶 别怪我红念青情翻脸不认人 你还齐了呀 可以啊 我就要看看今天 你怎么个翻脸不认真 他会不会沙包一样大的拳头了 在工地干活的就是不一样啊 怎么 白昊 你想在我们家动手吗 像白昊这种底层的农民工 除了用暴力来解决问题 他还会什么 玩手段 动脑子 他会吗 白昊 你赶紧跟家里人道个歉 不要弄得太僵了 我道歉 你没听见他们刚才说什么 他们要逼咱们俩离婚 他只是和我们开个玩笑而已 王浩 你心胸不要太狭窄 我心胸狭窄 好了好了 今天可是爸的生日 大家都消停消停 有天大的事 等过了今天再说 你 明天一早 去跟我们家瑶瑶离婚 不可能 不是你们看他这个臭德性 陈公子 要我说啊 他租车那个钱你就别给他注意 等一会儿车队回来 我看他怎么办 我在重生努力 租车的费用 不用你们任何人的把手 别说是租 我就算买下整个4S店 也就是动不手指的手 得 又装上了 嗯 不定 说不定 他真的能买得起十两老子来死 随着 그럴 遍 详一 anytime, anywhere